在鬼眼这个实例中,Kleibo C6几乎所有传感器,包括眼睛上的光明电阻、麦克风、加速度陀螺仪NPU6050都悉数上场。 在Setup函数中,完成了NPU6050和液晶屏的初始化。 接着,调用Calibration函数获得初始的俯仰角和摇晃角,分别保存在CalPitch和CalRow中。 在Loop函数中,光明电阻采集光线,当光线比较亮时,Kleibo C6液晶屏上显示一个Doraemon的头像。 此时标志变量Last Light等于1,当光线变暗,使两个光明电阻平均输出大于800时,液晶屏上出现一个幽灵的图像,标志变量Last Light等于0。 只要光线仍然是暗的,标志变量Last Light等于0,使程序进入到这个If语句中。 对Kleibo C6的姿态与调用Calibration函数时的初始状态相比。 如果向左或向右摇晃超过5度,则通过重绘图像的方法,实现眼睛向右或向左转动的效果。 如果向前或向后倾斜超过5度,则眼睛向下或向上转动。 而如果麦克风检测到声音信号超过200,也是通过重绘图像的方法,制造眼睛睁大的效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